飲水是人的本能 但是上到太空 就連飲水都要有一定的技巧 等航天員葉光庫來示範一下 每次飲水都要用特別的儀器 將水注入容器裡面 再要先將飲管放入嘴裡 再將容器佛門打開 飲完也要關掉佛門 才可以將飲管拿出來 中國在人航天工程專家解釋 這是為免有水珠在太空倉漂浮 令航天員不小心如果被吸入逐親 或者有水珠飄入儀器設備 造成短路或者生壽 而相隔一個月 太空髮廊再一次營業 但是這次的角色就調轉 由葉光庫幫長頭髮的黃亞萍剪頭髮 澤志剛就負責用頭髮收集器吸走頭髮碎 黃亞萍全程緊張地拿著快鏡檢查 看起來她相當滿意 神十三三明航天員 在10月中進駐中國太空站 每駐留6個月 上個月初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的出艙活動 看完 說不是 看完 看看 感谢观看